好 宇辉 宇连 爸 爸 做功课呢 妈妈呢 妈妈她 宇连不能说 宇辉 为什么不能说 爸爸对你不好吗 宇连 你说 爸爸对你好不好啊 好 对啊 既然爸爸疼你们 对你们好 那爸爸有困难的时候 应该不应该帮我呀 帮 对啊 那现在啊 爸爸就有一件事情 要你们帮忙 爸 什么事啊 我呢 想带你妈妈回去 你们要帮我呀 爸爸 妈妈不会跟你回去的 为什么呀 不知道 还有 舅舅 舅舅 季轩 你跑到哪儿去了 别别别 你们这是干什么 干什么 你小子没钱就不要来赌 输光了就拍屁股 他妈的 赶快要欠我的钱还过 我要钱没有 就是乱没一条了 怎么办吧 走 别乱来 你们别乱来啊 你话好好说 你是谁啊 我 我是他的姐夫 好 那他欠的钱你来还 他 他不是我姐夫啊 借钱是我个人行为 你们是侯着我来 我 我 你们 你们别拉人 别拉人 别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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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太后酒 别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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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打啊 我医疗回来帮忙 别打啊 别打人 别打人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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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救命 来 救命 救命 你妈的 告诉你 下班 请先放你 以后我随时会来要钱 你要敢不还 天哪里 走 要不要去医院啊 姐夫 姐夫 手怎么样 别去吧 我疼了 没关系 没关系 又逗入我连累了你 没关系 你要把我打扮得 漂亮亮的 放心 你怎么打扮得好看 你看你 眼睛那么大 皮肤那么好 牙那么齐 再穿上这件衣服 真的很漂亮 比你漂亮吗 当然比我漂亮了 高兴吧 嗯 我越来越高兴 你是全世界最漂亮的 漂亮 我是最重的 高兴 我越来越高兴 我就越来越漂亮 越来越高兴 越来越漂亮 越来越漂亮 这是谁的砸火车 停在我们家门口啊 好了 我们不要再玩了 进去吧 你怎么换女人 贾心 家旺 你不是搬走了吗 怎么又到我妈房来了 我没有搬回来 我是来看你们的妈妈和奶奶的 我妈妈和奶奶都不用奶奶饭 你走 好好好 我去给你们做饭 做完饭 我马上走啊 我们家的饭不用奶奶煮 家旺 你奶奶病了 她现在不能跟你做饭 我要是不给你们做的话 你们吃什么呀 做完了 我马上就走 你走 快点走 孩子快点走啊 家旺 你 家旺这个孩子 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你可别往心里去啊 妈 你别这样 我不会怪她的 你身体不好就别送我了 没事 不好一点了 我也想出来走一走啊 妈 晚饭以后要记得吃药啊 我记住了 今天幸亏是你回来了 我也没想到 家王和家兴啊 会把翠娥给带回来 妈 以后有空 我会常来帮你的 对了 雨晖还好吧 妈 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孩子们的事你就别操心了 他们没事的 那我走了 你快进去吧 走啊 这是你的车 是 你在卖杂物 我刚开始学做生意 才卖了几天 一个女人家 骑这么大的车 走街串巷的叫卖 这很辛苦的啊 不辛苦 骑着车不累的 女人家做这种生意 我看不妥的 妈 不会的 以前 我没嫁人的时候 还挑过砖 挖过煤呢 这个跟那个比啊 轻松多了 没事的 妈 那我走了啊 你等一下 金总 什么事啊 来来来 你把这个钱收下来 不不不 妈 不用啊 我有钱 你收下吧 要不给俩孩子买点吃的去 不 妈 既然我出了曹家 那什么事都得靠我自己 这钱 我是绝对不会收的 清风 你收下 收下 妈 你快收好吧 我走了 清风 你要小心点旗啊 知道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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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油吗 有 有 有 大叔 买一个 一毛钱 买一个吧 好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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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看了啊 卖杂货了 卖杂货了 那位大姐过来看一看吧 大哥 两毛钱 两毛钱 买一个吧 不好了 不好了 怎么了 舅舅被人打伤了 他为什么被人打了 有几个坏人跟他回来 爸爸也被打了 爸爸 姐夫啊 您的手怎么样了 没事 医生非要这样包 我不让他包 非要包 我要再遇上那两个臭小子 我就插死他们了 我怎么跟着颜色看 清泉啊 你就别多狠了好不好 我怎么劝你都不听呢 你前几天说不去赌了 可是没过三天 你又去赌 我就是想改邪归正 以前我一个人吃饱了 全家不饿 可现在不一样了 我得养活姐姐和两个孩子 这不去赌博赢点钱 怎么过日子呀 你这是什么歪理嘛 金泉 东生 伤得怎么样 没事吧 没事的 一生非要这样包 这样可以多收点钱 对不起啊 为了金泉害你伤成这样 你呀你呀 你怎么又去赌了 我就是想多赢点钱 让你们母子过好日子嘛 你给我闭嘴 我问你 我放在床头的钱 是不是你拿的 那可是批货的钱 你连这种钱你都敢拿 你 你想我怎么做生意啊 你 你这是没救了你 好了 好了 靳风啊 你就别再骂他了 我相信金泉会学好的 以后不会再赌了 对不起啊 你们现在这个样子 也不是办法 干脆搬回来吧 你看我妈现在也病了 翠娥她们也回来了 这些我都知道 有空的时候 我会常去看她们的 那你不搬回来了 两个孩子还在家等我呢 我都回去了 走吧 杨总 我走了啊 妈 不� 没事 我会wo 你不能去 要快点 走 妈 东山 妈 还没睡呀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手怎么了 没事 不小心路上摔了一下 这么大个人了 走路还会摔跤啊 咱们家的货事啊 真是没完没了 到底是冲了什么 还是风水不好啊 这些神灵祖先呢 都到哪儿去了呀 妈 你怎么不想想 咱们自己做错了什么呢 关怪神灵祖先又有什么用的 对了 清凤今天来看我了 她怎么没告诉我 怎么 你遇到她了 我去看孩子了 不 你知道她住哪儿啊 那好啊 你赶快把她接回来吧 你不是希望她走吗 她走你不是很高兴吗 你怎么又让我 把她接回来呢 不是 不是的 其实我心里啊 还巴不得她早点回来呢 妈 妈 你怎么了 妈 妈 妈 你没事吧 没事 妈 要不要去医院呢 不用了 真的不用啊 吃点药就好了 曹大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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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来的信啊 山东来的 我妹妹吧 对 妈 真的 是妹妹来信呢 去签个名 好好 曹大婶 曹大婶 是书下写的啊 她无缘无故写信来干什么呀 你快 快念个我听听 她 她写些什么呀 妈 大婶在外边有女人了 书下说 她们已经办了离婚手续 什么 书下和大婶离婚了 那 那孩子呢 孩子 判给了大海 那书下 不就什么都没有了吗 我的天哪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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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